爸爸媽媽非常愛我們從小到大 和姐妹們都生活得幸福極樂 高中畢業以後我遠度重陽去中國做交換生 剛去的時候我一句中文都不會說 即使家庭的父母也不會說英文 我們簡直無法溝通 但他們像家人一樣無畏不至地照顧我幫助我 我即使家庭的爸爸常驕傲地對別人說 這是哈娜 我的高鴿子女兒 讓我覺得又好笑又感動 這次經歷讓我深深愛上了中國文化 回家拿大以後我在大學繼續學習我所熱愛的中文 隨著中國水平的提高 我對中國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也認識了更多來自中國的朋友 記得孔子論語中有句話 四海之妹 接兄弟也 意思是說這個世界是個大家庭 我們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 除了學習中文以外 我還特別喜歡打籃球 大家看我的個字也一定能猜到吧 五年前我開始做籃球隊的一工教練 這個籃球隊有點特別 叫特殊奧林匹克籃球隊 因為我的隊員們都是身體活之力 有障礙的人 每個星期我都帶領他們一起訓練和比賽 風雨有阻 跟隊員們的相處 為我開啟了全新的世界 他們讓我懂得 體育比賽不僅是為了競爭 更是為了發現自我 戰勝自我 超越自我 這是一種純粹的快樂 五年來我們互相鼓勵 互相喝彩 打過無數場比賽 彼此之間的愛也越來越深厚 就像多男的大家庭一樣 他們讓我感受到了另一種家的快樂 我越來越體會到 無論來自哪裡 無論什麼國籍或者膚色 只要相親相愛 我們就是一家人 謝謝大家